电商零售下的社交零售电商到底是什么 然后它时代的变迁如何 我们怎么样去利用这个红利期顺势切入社交零售电商 社交电商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人要去关注社交电商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又以怎样的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去进入到这个行业 是今天我们这节课要讲述的问题 首先我们先抛出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电商是否在经历三个重要的时间节奏 那么第一个节奏我们认为叫体验时代 就是当时淘宝最早开始的那个时代 很多人可能会记着第一篇淘宝的广告是什么 叫淘淘淘淘我喜欢淘淘淘淘好便宜 当时大家没有人不会用电商 我们也不知道电商是什么 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钱说放到网上去下单 让人送货给你 万一把我的钱骗了怎么办呢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中国的电商是在一个体验时代 体验时代 你就意味着不会拿太多的钱去尝试吗 所以它的门槛会非常的低 那什么样的产品才会让你尝试呢 那么第一就是买不到的那些产品 比如说最早很多的人在卖一些创意类的一些小玩意儿 在市面上是见不到的 比如说贪小便宜 我在线下买可能需要99 在线上可能只需要9块9 那我这么低的门槛我去尝试一下 所以在最开始9块9包邮 对吧 29块9包邮 那个时候那些产品就会卖得非常的好 而且会很快很快的去抢占一些红利 变成在互联网上最早起来的一拨人 在今天我们把那些人叫做陶品牌 那是最早最早的一个体验时代 而产生的一系列的人 我也是在那个时代去加入了电商 当时我记得我开的第一家店 也一度变成了陶品牌吧 或者淘宝的大店 那个时候有很多品牌 像小野香水 小野香水就是当时在这个行业里边 真正的霸者啊 霸主啊 就是我永远都想超越的那个品牌 在今天他也转型做了一个地方叫做云集 我们看到第二个时代 那个时代叫做爆款时代 标志就是巨划算的推出 那个时候我们去在淘宝去开直通车啊 非常便宜一个电机 只要你敢投 你就可以把你的产品 放到一个流量最大化的一个中心化平台去 当时淘宝网啊 京东啊 它就是这个流量最大化的 像火车站一样的地方 只要你敢投 你站在火车站的广场上 你高举你的牌子 推出你的产品 然后你买二送一啊 或者是搭配赠品啊 或者是做一些关联套餐啊 你就可以把货卖出去 那个时候比拼的是什么 比拼的就是你的声势 据划算 你的销售数 就是说白了 就是在火车站 你要有无数的人在你那排队的那家店 像今天的喜茶 你在那排队 那么多人 大家会觉得 这个产品应该不错 所以我要过去买一些 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评价 你评价越多 就卖得越好 所以诞生了一个行业叫刷单 一度差点影响了整个电商的这个发展 那个时候呢 也产生了一个 今天的这个节日 叫做双十一 就是我们把货的最好的一些商家 做一个排名 告诉大家说 这些货的是最好的 这些是最便宜的 你就在这里买 所以那个时代 就是在一个火车站上 大家拼命的去找人排队 拼命的把这个台子变得更大 更多 然后希望你在火车站的这个广场 变成销量最大的一个点 那是我认为这个叫爆款 就是在爆款时代 就是这样 那后来后来 我们发现 没有火车站 因为当技术的更迭 当今天开始在淘宝的首页 你已经看不到那个流量 我们每个人打开的首页都是不同的 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内容都是不同的 所以你没有一个集中化的流量所在地 你也没办法去找那么多的人去排队 去获取那个中央的那个阵地 所以人都被打散了 群也都被打散了 在这个时候怎么办 而且加上这么多年的这种刷单的横行 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评价了 他觉得评价不足以信任 所以评价慢慢的没有那么重要 那我们凭什么去买东西 现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是在凭借信任 什么是信任 我的小舅子他买球鞋 他球鞋特别厉害 那他推荐了一款鞋 我可能就会选 因为他在我的眼中 在这个领域 他是绝对的专家 或者说让我信任的人 那我开始慢慢的发现 我会通过我身边有信任的人 有信任背景的人 叫做信任代理吧 去购买东西 我也会选择在朋友圈里边 会有一些在做微商的小朋友 我也会跟他们买东西 我们的购物形态开始变得千差万别 我们会在淘宝买 会在京东买 我们也会在微信里买 也会用小程序买 同时也会很多很多的方式 那在这个时候 你怎么样把用户聚集起来呢 你怎么能让用户信你买你呢 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信任时代 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社交电商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因为只有社交才有电商 社交电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 因运而生啊 技术的更迭 一方面产品过剩 现在中国是一个产能极度过剩的国家 我们不断地在签一带一路 希望把我们产能的过剩去挪到非洲 我们产品大量的过剩 很多时候你找不到人 以前你在火车站 因为火车站流量巨大 你可以打折就能买掉 很容易就能倾销掉 今天没有火车站了 我怎么样把我的产品 给到那个真正需要我产品的人 你能不能找到他们 你怎么样找到他们 然后你怎么样让他去购买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创业者 每一个企业都会面临的核心问题 所以社交电商是什么 社交电商就是通过人与人社交的方式 让用户在你这儿度过时间 让什么样的用户在你这儿度过时间 让跟你一样的用户在你这儿度过时间 并且在与你社交的这个时间内 产生了购物的行为 我们认为就叫做社交电商 那社交电商这个观念词 先社交再电商 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这些现在的大咖们 它们又是怎么抓到这个脉络的呢 那全中国对美食 对这种美食有核心需求 每个人都是吃货嘛 我们如果把所有的吃货聚在一起 一起去吃更好吃的东西 是不是也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行为 李肖肖掌柜创建了一个品牌 叫做环球部首 现在在中国也是非常大的 一个社交电商的一个平台 最早它创建了399的 这个可以说是鼻祖式的 这个平台裂电法 然后吸引了很多的人加入 它找了很多的明星去 作为初期的吃货 然后慢慢地去覆盖掉整体 那我觉得 在环球部首的那个阶段 其实慢慢形成了一个 社交电商的 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就是三个标志 第一就是一定要形成社群 第二呢 一定是可以主动分享 第三呢 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认为只要集合这三个特征表现下的平台 我们都可以叫它社交电商平台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环球部首就是 我们都是时尚的吃货 所以我们在这里分享吃 我们在这里共同地去验证 我们是吃货的这个本质 然后通过这个事还能挣钱 比如说马蜂窝 我们都是旅游达人 我们都出去玩 我们在各地 发我们自己的在国外的那些游记 我们证明我们是一个旅行达人 对吧 我们有共同目标 也愿意分享 也是一个社群 小红书 对吧 我们的生活就是红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中的网红 我们每天吃的饭 每天打的卡 都在标识 我是一个生活红人 所以小红书把这么多 愿意做网红的人聚集在了一起 拼多多 我们不都想拼团买更便宜 对吧 我们是一些三四线城市的一些广场舞大妈 我们就想一起买那个马桶盖 那马桶盖就是贵 我们就想一百块钱买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拼团去买 所以大家也产生了同样的目标和分享和社群 然后包括云集一直在讲的 自用省钱 对吧 每个人自用都是批发价 然后分享赚钱 我们把这个分享出去 让所有人赚到钱 也是一样 有共同的目标 分享 社群 中德智慧教育 它也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在家都可以早教 从此不要再去上早教班 不要再去上那昂贵的幼儿园 双语幼儿园 我们在家就实现这件事情 同样也是有共同的目标 圈起共同的人去完成这个目标 不断地让他去分享 所以强调裂变 强调那个营 对吧 我们要有一个营地 要把人聚起来 然后让他不断地去裂变 去拉根 大家一样的人拉进来 然后让他不断地去分享 再去拉人 这个循环结构 其实就是社交电商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本质 和流量自循环的一个标志 再次提炼出社交电商的三个特点 第一 需要社交 社交电商的本质就是社交 但是社交 你要跟谁社交 可能是要跟有共同的目标 或者共同身份的人社交 我们都喜欢乔丹 对吧 我们都是玩鞋的 我们都喜欢那个真人CS 我们都喜欢什么什么什么 他都有共同的一些兴趣 而且这些人可能更多的是基于 亲熟人关系 然后第二个呢 是2019年 在中国主赛道上 一定会诞生巨头的赛道 就是小区团拼 这个社交电商已经是不可逆的趋势 那么小区团拼是非常典型的 我基于亲熟人 对吧 你的邻居就是亲熟人 你们拥有同样的标签 我们都住在这个小区里 我们又有同样的生活动线 在这个生活动线里 我们就是亲熟人 对吧 然后呢 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同样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好比说 我们家都在别墅区住 旁边就是没有卖车离子的店 我们都有卖车离子的需求 所以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在群里去发 今天我需要哪个哪个的车离子 然后大家的需求汇集在一起的时候 你发现有的时候已经不是在货找人 以前我们做叫M2B 对吧 2C 就是从货 再到S供应链 再到大B 再到经销商 再到小B 小分销商 再到C 这个环节 你发现已经颠倒过来了 是从C端开始 我因为是同样的人 所以我都有同样的需求 然后我产生了同样的需求 我产生了同样对车离子的购物需求 然后我把我的需求汇总起来 发到群里 有团长统一去集中化的 去说 这个几楼几单元 这需要一盒 这需要一盒 明天统一给大家送来 那最后变成了供应链是反向的 就是所谓的C to B to S 就是它倒推回了前端的供应链 供应链不再是一拍脑门说 哎呀 我今天这个北京的这个顺义区 我判断这个车离子 我得备20万箱 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什么 都是拍着脑门 最后你发现 其实那个链条是过剩的 是产能过剩的 因为你不可能 你是越拍 它的越多 你不可能会那么精细化的 去了解到每个人的需求 到底是多少 所以才产生大量的产能过剩 因为产能过剩 大家不得倒逼自己去改革 所以社交电商就实现了 从C端到S端的一个变化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认为从货找人到人找货 这个转变 也是社交电商变迁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特点 然后第三点就是 要裂变 要分享 为什么要裂变 要分享 因为没有流量 这个小区里边人就这些 那我怎么样能让车离子 一次性搭货车过来 因为你搭货车越高 它的货车成本是最低的 你是用一个小面包 呼啦啦来运 那是最贵的 但是你用17米的那个大箱卡 那个是超级便宜的 如果说我整个顺义区 我们都是顺义人 我们都要车离子 我们用17米的大箱卡过来运 那其实每个人买到的东西 都是最便宜的 那基于这样的这些欲望吧 所以大家开始不断的拉人 不断的裂变 不断的去获取这些流量 拉进来 变成更大的一个小区团平的平台 所以基于这三点 我们认为社交基于熟人关系 从货找人到人找货 再到强调裂变 强调分享 这个也是在当下做社交电商 你必须具备的一些特征 接下来我们看 社交电商的机遇和挑战 很多人会问我说 苏老师 我知道社交电商 这个也有非常多的巨头 已经在做 但是我现在才开始做 是不是已经版了 今天我在做 我有没有机会 能超越那些前人 我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 其实反而是最适合 要去做社交电商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社交电商是从传统的 微商模式的1.0 再到基于正规化 微商平台模式的2.0 再到今天开始 同质化非常严重的3.0 同质化严重到什么程度 因为有太多的人在抢代理 我就拿现在当下最火的 小区团平来讲 有大概几十个公司荣道资 大概这个赛道里边 充斥了四十五个亿的人民币 这些人民币补贴下去 很多小区的团长会说 那我到底要做这一家 我做环球补手的小区乐 我还是去做 有好东西的实想会 我还是要去做这个001 还是要去做你我你我0 因为每个平台都一样 他们只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给你补贴多少钱 烧钱的补贴 同质化的产品 所有一切都是同质化的 很多资本就是通头吧 我也不知道谁是谁 反正我看你规模还可以 我就投 那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很差异化 如果你特别细分 如果你极度垂直 然后你还可以形成一个 稳定的金融关系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可以拖延而出 当你不走那么大的赛道 你可以把赛道走得更窄更精 更深更远更细更距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呢 所以我认为 社交电商在今天 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因为同质化 有句话说的好 叫你做不了第一 但是你可以去做唯一 那在今天就是你做唯一的机会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它是从一个很细分的点切进去 做到了唯一 很多的时候 你想圈一群跟你一样的人 那你需要挖掘到一个痛点 对不对 这个痛点是什么 就是这群人同样面临的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把这些人圈在一起的一个方式和一个目标 那我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女儿每天晚上不睡觉 我特别想把她哄睡 但是我没有能力 而且我没有时间 再也就是我没有经历 这是我的问题 那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爸爸妈妈会跟你一样的问题 这个时候有一个光头的老男人站出来 他说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我叫凯叔 听我讲故事 哄你的孩子睡觉 他们可以很快地睡着 所以凯叔他找到了一个非常细分的痛点 这个痛点圈起了一群人 这群人拥有同样的目标 以及同样的标识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社群里进行社交 他们每天都要听睡前的故事 从听故事开始发现说 哎呦不行 这个故事我免费听不太合适 我得付点费听 付费听故事 再到开始说 哎呦我要领券 让这个时间变得更长 再到后面发现说 哎呦手机不行 手机它太费电 我还要处理工作 我必须有一个东西 让我的孩子还能听故事 同时我还能玩手机 于是诞生了随手听 于是诞生了很多分享的社群 然后在社群里边大家说 哎我除了听故事 是不是我还可以 在睡前给我孩子做一个游戏啊 读一个绘本啊 干点啥呀 所以开始反向的去拼团 然后每个人就说 哎呀我们都喜欢 日本的那个插画师 小恐龙那个绘本特别好 但是太贵了买不过来 日本代购又没有中文版 怎么办怎么办 哎大家说我们都有这个需求 那我们去找日本的这个画师 画一套中文版的 然后把它送给大家 那就产生了反向的需求 产生了反向的需求之后 产生了反向的平台 平台之后开始领券 领券之后又裂变 那边又拉人过来听故事 然后每个人开始讲故事 又最后变回 最开始的那个流量的入口 那通过这样的一套东西之后 你会发现 用户是不是在这里 愿意度过时间 用户是不是在这里 愿意与你社交 对不对 用户在这里 是不是产生了 购物的行为和需求 那用户在这里 是不是更多的分享 更多的裂变 然后汇集成了一个 私欲的一个流量矩阵 那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这个案例就告诉了我们 切分一个很细的市场 切分一个很细的洞察 切分一群很细的人 你也是可以看出一个月 他们现在一个月 可能快一个亿的销售 这样的一个规模的 一个平台的 这一节我们的小节就是 什么是社交电商的新零售 我们理解为 以共性的社群文化 为流量圈层 然后再通过社交产生信任感 产生了共同的信任关系 然后最后 我们营造出了一个 更好的零售行为 产生更高效 更直接的一个购物行为 所以以共性的社群文化 为圈层 以社交产生了信任感 因为信任感又产生了 购物的需求 然后最终你通过 在这个短平化的 扁平化的 短路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里边 产生了购物 这个购物行为更高效 这就是社交电商的 新零售模式 然后在我们这一节呢 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能不能去找到 你现在的产品 背后那群人 有没有共同的痛点 有没有共同的问题 怎么能通过你的产品 把这群人圈在一起 这些痛点到底是什么 你的产品 能不能解决这个痛点 能不能通过一个方式 把这些人聚在一起 因为你解决了这个事情 你的流量自然而然的 就已经到来了